在今晚结束的2018足鞋杯半决赛中,客场作战的国安队3比0完胜广州复利,如此一来他们就以总比分8比1淘汰对手,昂首晋级到了足鞋杯决赛中, 而与他们最终混识的则是老人家山东鲁能队,随着金鲁正式会是足鞋杯决赛,这就意味着下赛季中超,那亚冠名额之争基本提前确定。 众所周知,足鞋杯冠军有只通下赛季亚冠赛场的资格,而如今这一名额将肯定会在金鲁两队之间产生,而碰巧的是国安和鲁能也正是目前融超级分榜排名第三和第四的队伍, 考虑到联赛还升七轮的情况下,第四名的鲁能与第五名,德苏宁多达9分的巨大优势, 这几乎就提前宣告了上岗,恒大,国安和鲁能联手代表中超丁战下赛季的亚冠联赛, 目前中超下赛季亚冠名额唯一的悬念,就是国安和鲁能中的哪一支究竟要去踢富家赛了, 考虑到富家赛存在一定被淘汰的风险,因此散略积分榜第四的鲁能接下来肯定会将重心放到备战术鞋杯子赛当中去, 毕竟只要他们最终夺冠,即便他们在中超积分榜最终被国安力压, 鲁能也能别的国安去踢富家赛,而在中超亚挂参赛资格提前确定之后, 不少中超球迷连对象赛季四队的亚冠前景期待不已, 众所周知,最近几个赛季中超球队除了恒打和上岗, 其他球队几乎都不能温饱一张入场券, 这也就造成每个赛季的亚冠赛场总有一到二两支中超球, 对,在小组赛就达到恢复, 而如今随着恒打、上岗、国安和鲁能及家零卖出击, 这堪称是中超市上最强大的比克斯, 两多亚冠冠军的恒打和三次杀进淘汰赛, 得上杠实力自然不必多说, 国安和鲁能目前也是中超比运最丰厚的球队, 球队的外援配置和本土球员实力也在中超高居前列, 半分深度,也十分可观, 这就让他们避免出现像本赛季全舰在亚冠盘的意外, 可以说如果最终真是这四支球队代表中超征战下塞击亚冠, 或许已经逝世多年的中超球队真的有望在下塞击亚冠赛场收复失地, 向日本和韩国对手把体强游历的挑战, 那么明年中超球队能否真的在亚冠强势爆发呢?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